吃鸡砍三生 接地运势生 嗨 你们好 我是三生 今天我要挑战的是 只用两间没有房门的房子物资去鸡 于是乎我选择落地核电站 哇哦 三级包 言归正传 核电站的房子没有房门不熟 物资还很丰盛 你看看 落地就有三级包 哎呀 我真是佩服这个聪明的小脑袋瓜呢 哦 这间房子已经灌了我三生的秀苗 二等肖小 朽得然之 两个人欺负我一个柔弱小女子算什么 有本事也来舔一把一打二呀 附近还有脚步 看来人不少啊 还想浑水摸鱼偷我的果子 今天就让你们知道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噓 噓 刚刚我打人的时候有人路过 我们等一下再出去 噢 看样子人在远处打起来了 鲜勇刚刚看到的Skyr换下手上的线弹枪 趁他们还在打我们溜 第二届没有门的房子当然是选小核电站咯 结果一番搜索下来 东西还没我在大核电站房子里找到的好 现在这些物资也够我温饱不愁了 现在进行第三项指标 持鸡 过马路前要先看路况不知道吗 小学生安全手册没看吗 为了给你让我差点出人亡 刚才听见房区还有枪声 看来还有人在 手雷落在我刚刚的战场 说明敌人所在的房间可以看到当时的窘况 由于雷丢在我身后可以判断距离很近 真相只有一个 那就是人在前面的躲窗小龙 被我抓住小辫子了吧 躲猫猫还没有人说我对手 哦 脚步很慌乱嘛 这么紧张为什么还要给我出手呢 最新的淘汰方式了解一下 绿色环保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哦 从他一路就想往城里去的架势看啊 还有人在他背后撑腰 浴室不慌先把血量买一下 安全区还有很大的措权空间 为了我的后续发展就只能扣扣缩缩的用一瓶指痛药了 先去城里看看他的队友在哪里 斩草要出根的呀 不能春风吹有声啊 我去吓我一跳 你们队怎么都跟阿飘学习啊 走路连个动静都没有 先把这两个人肉爆点机解决掉 我的小命可值钱了 毕竟他们可以被救起来继续了 我的药瓶可是用一份少一份的稀有物资 那是一份都不能浪费 哇 还好我偷天妙样 不然真的要给人当垫背的了 唉 没办法 只能把我唯一的一个医疗箱用上了 再见 我的第二条妙 一路溜溜达达 我来到安全区边缘的一处假车库落脚 哇 还配车呢 你们这一对人是想要帮我给包饺子了 来了来了 饺子我没有 枪子尝尝尝没 唉 又要用上我的急救包了 还好已经到最后阶段了 我就大方一点 再用个饮料添添嘴 吃饱喝足也是时候赶到独妄到来之前 回回最后的朋友了 哦 嘿嘿 说曹曹曹曹到 这枪声来的简直就是急事雨啊 这一车怎么停的位置怪怪的 我去 它动了 什么呢 我还没来得及感叹今天的我仿佛命中必有一车祸呢 它将人开始放炮呛转 是可忍 说不可忍 今天我一定要做点什么破破水灭 哦 路上的 你瞅啥 哼 瞅我就打你 哦 最后一位离得还蛮近的嘛 小兄弟 求你吃烧口啊 嘿嘿嘿嘿 哈哈 玩火自焚 我万万没想到 我的急救包 竟然葬送在我自己的手上 啊 啊 不是吧 线上吃鸡 挑战成功 我是三声 记得点赞关注哦 嗯 我也不想到 下一个男人 家人